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六 然後呢 我距離上個禮拜 打疫苗到現在已經一個禮拜沒有出門了 今天是真的太無聊了 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我決定去 San Jose的Poker Room 跟Charlie Hi 然後跟Charlie一起去打牌 然後Sanacruz這邊其實是有Poker Room的 但是他說這邊是什麼 Spread Limit 就是我們平常打的是No Limit Hold'em 但是Sanacruz打的是Spread Limit Hold'em 就是譬如說它有個下注的上限額 然後每Round也有下注次數的上限 反正就是跟我們打的一般的No Limit Hold'em差很多 有些人有朋友可以上網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要打No Limit Hold'em的話要去San Jose 那San Jose大概從這邊坐車過去要40多分鐘 那Charlie是跟我說這邊有打好像2-3-2-3-5 然後最多有到2-3-5-10 對 那雖然說我們下禮拜就要去Las Vegas打牌打 一整個月應該會打到2 但是因為我這禮拜真的是太無聊了 所以也不顧我只打了疫苗打了一個禮拜 對 我現在還是要出發去晃一晃 然後去打個牌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的整個打牌的一個心得跟一個感受吧 Let's Go OK 然後我們今天打完了 然後來這邊打大概六個小時吧 然後還好我們兩個都是贏錢的啦 雖然沒有贏很多 那貝1O1在這邊它的game主要有兩種 最多的桌子是2-3-5塊 那它的2-3-5比較特別 它是8騰放2塊 小芒3塊 然後大芒5塊 然後目前如果是平日能夠打的最大的桌子 因為我剛才找最大的桌子打 那它是打2-3-5-10 那最低巴音是1000 最多是5000 那2-3-5-10也是一樣從小芒開始放棄 那它的抽水的話是每個小時 抽兩次 然後每半個小時11塊 也就是說一個小時大概2BB左右 我覺得還算划算啦 那其實今天也沒有什麼太多的action 不過還好我們走出來都是贏錢的 對 我贏了1073塊 對然後它贏了 我贏了621 對然後差點贏了600多塊 那還算是今天出門有算是有點收穫 對那有一些手牌回去再跟大家做分享吧 OK那昨天坐車回到家之後 整理了一下手牌就兩點多了 然後真的太累了就睡著了 所以就建議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打的一些手牌 那其實昨天我一進去賭場的時候 還蠻不順利的 因為我想說拿手機拍一下我打牌的一些過程 跟大家做分享 結果工作人員就過來制止我說 這邊是禁止拍照攝影的 所以我就把手機收了起來 然後有一些比較大的怕的手牌 就用手機記下來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美金二三五十的game 其實就大概是等於小忙大忙十塊十塊左右 那因為它最少帶的是一千 然後最多帶的是五千 所以其實桌上不太會有非常短碼的玩家 那我那時候是 剛上桌的時候那個桌是剛開的 然後桌上只有一個玩家 然後我也不知道大家會帶多少籌碼 所以我就先換了兩千美金開始上 那在我換完錢之後 差不多過了五分鐘之後吧 開局就開始了 在大概開始之後的兩圈 我在大忙我也拿到了K10不同花 那這時候Button的玩家選擇 Open了35美元 然後小忙的玩家選擇Call 那如果這邊我是K10同花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3-bet squeeze 但是我那時候左手邊做的是一個老頭 對大家都知道老頭通常都比較被動 比較不會做一些侵略的動作 再加上賠率還不錯 所以我就選擇Call 那Stradway的老頭也選擇Call 那就四個人看到了Flop 那Flop來了79J兩張黑桃 然後小忙Check 我Check 然後Stradway的老頭Check 那Button這時候下注了90 然後小忙選擇蓋牌 那這邊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潮濕的Ball 但是我有一個雙卡順 就是8跟Q的卡順 那如果重Q的話我會是Nuts 所以我也選擇了Call 然後Stradway的老頭選擇蓋牌 所以剩下兩個人看到了Turn 那Turn來了一張梅花Q 對我擊中了Nuts 那這時候我選擇了Track 想要來做一個Track Race 但是Button的玩家呢 選擇了Track Back 對還蠻可惜的 然後就看到了River 那River來了一張黑桃3 就是中了前門花 但其實我不太擔心它的範圍裡面有太多的花 原因是因為如果它在這邊有Flush Draw的話 通常在這個Ball上面都會是Combo做 所以它大多都會下注那個Turn 所以它這邊選擇Track的牌 要不就是放棄的牌 不然大多都是有不錯攤牌價值的牌 譬如說King Jack S Jack Q10 或者是沒有下注的King Queen 那我這時候下注了接近一個滿POP 我下注了280 然後Button的對手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之後選擇了跟注 然後我秀了K10之後收下了這個POP 算是一個滿不錯的開始 然後過幾首牌之後呢 我在Button位拿到了Q8愛心 我選擇Open了35美元 那小忙的玩家選擇了蓋牌 大忙的玩家Call 然後Straight Away的玩家也選擇了Call 然後就三個人看到了Flop Flop來了379兩張愛心 那在這個牌面上面呢 我有一個Q5 High的Flash Draw 以及後門瞬跟一張高牌 那全部的人Check到我之後 我選擇下注了60美元 大忙位的玩家蓋牌 然後Straight Away的玩家選擇了Call 那Turn來了一張黑桃6 那這除了讓我本來的買花之外 又多了一個雙頭瞬的可能 那Straight Away的玩家繼續選擇了Check 然後我下注了140美元 那這個下注呢 我希望能夠打蓋他除了頂隊之外的對子 譬如說如果他有K7啊 或是有什麼A3之類的牌 我希望能夠打蓋這一些牌 但是他還是選擇了Call 那River來了一張不同花的疊牌9 那這時候Straight Away繼續選擇Check 這個編護雖然我的Q 還是完全沒有攤牌價值的 但是這張牌真的是 幾乎是全部的牌裡面最不適合炸虎的 原因是因為對手跟住 兩條界的範圍裡面 有很多的頂隊之外 那基本上對手也不太可能 會在這邊蓋掉三條9 所以我就很無奈的也選擇了Check Back 然後對手竟然說 You Win 然後我就想說我才Q High而已 我要怎麼贏 然後他就說 J High 對 然後我就攤開了我的Q8 然後就收下了這個Part 運氣真的蠻好的 我想他的牌應該是J8 或者是10J之類的牌 那這也是少數我能贏的組合 那過了幾首牌之後呢 我遇到了我昨天最安的一首牌 對那這首牌是UTG Open 40美元 Cut of Call Button Call 然後大忙的玩家 Call 那我在Straight Away看了一下自己的手牌 我有9K愛心 我也選擇了Call 所以這是一個五個人抵食 那Flop來了 Q13兩張愛心 我有一個卡順跟一個K High的Flash Draw 那大忙的玩家選擇Check之後 我也選擇了Check 那全部的玩家都選擇Check一圈之後呢 蹭來了一張黑桃J 對這張黑桃J有後門花的可能性 但也讓我擊中了第二大的順子 就是9K的順子 那大忙的玩家選擇Check之後呢 我選擇下注了150美元 那後面的玩家全部都蓋牌 蓋到了Button 這時候Button的玩家 Min Race到300美元 然後大忙的玩家蓋牌之後呢 我覺得這基本上應該是撿到錢 因為在翻牌前 嗯...Button的玩家前面有兩個玩家 Open 那...他沒有選擇3bet 所以他的範圍裡面基本上不會有S-King 所以基本上我的K9順子在這邊 幾乎就是Nuts了 再加上說我又有一個 買正門花的K9 也就是說如果他也是K9的話 我還可以free roll他 那除此之外呢 他在這邊當然也有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兩隊啊 或是89比我小的順子 那這些牌在Min Race出來之後 其實都很難蓋掉了 那我那時候就看了看他 後手大概還有600多美金 那我不想要任何一張River的牌 掉下來讓他不會付我錢 所以我就選擇推出了ALL IN 然後他就想了一下 看了一下自己的牌 然後說 alright 然後他就call了 那我們就看到了River 結果River來了一張 我最不想看到的牌 就是黑桃K 這張黑桃K除了讓後門花中了之外 也讓牌面上面變成10JQK 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張A就會贏了我 我攤牌秀出了K9愛心之後 他很開心的秀出了89不同花 對他在轉牌上面也中了順子 然後他在turn的時候就已經捉音袋了 結果在River的時候跟我chop 那蠻可惜沒有收下 這個2000多塊的part 然後在這手牌之後呢 我也開始陸陸續續的輸了幾個part 那有一手牌是全部人蓋到我 我在大馬 但因為這是Straddle的game 所以說我是沒有辦法chop的 那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手牌 我有三四美花 那這時候呢 Straddle的玩家 從本來的那位老頭 變成了一個亞洲的Regular 那我選擇了Limp 然後Straddleway的玩家選擇了Track 那這時候Flop來了J13 兩張梅花 對我有個抵對帶買花 那這邊其實我要選擇Track 或我要選擇下注都可以 那我是選擇下注了10塊美金 我希望打開他一些 兩高牌的一些equity 譬如說他如果在這邊有什麼K7 或是他有個什麼Q5 在這邊蓋掉也都算還不錯 那他選擇了Coat 那turn來了一張7 那這張7呢 讓檯面上多了一個順子 那如果我想要我的Track範圍裡面 有一些Flush draw的話 我覺得這種Pair Flush 其實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在turn上選擇了Track 那他打了一個60塊 那這個其實是比Pot還要大的一個下注 對於這種兩極化的下注 我其實還蠻難受的 因為他當然有可能有89 那他有可能會有譬如說J7 70等等的兩隊 但是他的範圍裡面當然還是會有一些做 或者是一些買牌 那我有一個對子再加上買花 所以我想我的equity應該還是足夠的 所以我就選擇了Coat這個turn 那River來了一張不同花的3 對我中了3條3 那我繼續選擇了Track 結果Stradway的玩家下注了260元 對又是一個超池下注 那其實第一時間我的想法是 我還蠻想蓋牌的 原因是因為對手89的組合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因為對方是一個 一上桌就帶蠻深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個Regular 再加上他剛剛有一手牌 他用S High Flush的Blocker 做了一個很大的超池下注炸火 結果被對手兩隊抓了 所以他應該是有炸火的能力了 那這手牌呢 我就開始在想他的炸火的可能性 當然他可能會有一些8X、9X 或者是比我大的Flush draw沒有中 那我也不知道說他會不會把他的 譬如說J7或是10J 這種比較大的兩隊這樣子打 然後我就想了非常非常的久之後 還是選擇了Coat 對,毫無意外的看到了89 然後這手牌也就噴了300多美金 那後來呢 我有一手牌是自己炸火 然後輸了還蠻多錢的 對,那手牌是全部的人 蓋牌蓋到了大忙的玩家 那他選擇Open了35美元 然後我在Strad away看了一下自己的手牌 我有Q10不同花 然後選擇了Coat 那Flub來了AJ8 Rainbow 那這時候他選擇下注了40美元 然後在這個牌面上 我有一個雙卡順K跟9 那其中的都會是Nuts 那我就選擇了跟注這個40美元 那Turn來了一張疊牌J 他這時候選擇了Check 那其實很多Live的玩家 他們都是Flop 下注半part之後 很多Turn就會放棄了 那他Check了之後 我選擇了下注90美元 我希望能夠打開他一些 譬如說巴一下的隊長 或者是一些K-high之類的 那他在這邊選擇了Check Core 那Review來了一張不同花的4 完全的白板 那這時候他繼續選擇了Check 那其實基本上在這邊 我覺得他的範圍裡面有很多的AX 因為他如果有J的話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Track Turn 然後Track Reverb 那這邊我的範圍裡面 我Cold Flop 然後Bat Turn 如果我在Bat Reverb的話 其實我的範圍裡面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J的 那我覺得對手看起來是一個 就是亞洲的年輕人 我想說亞洲的年輕人 在我的印象中應該會比較緊一點吧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嘗試下一個大柱 有沒有機會把他的A打蓋 所以我下柱了300美元 然後他想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拜託蓋掉你的A吧 然後他選擇了Cold 那我其實也蠻好奇說 他到底什麼牌想那麼久了 所以我就秀了我的Q10不同花 之後 我看到了一首我完全沒想到的牌 對 他竟然是K10不同花 他用K10不同花 Trekko Turn 然後Trekko River 當Bluff Catcher 呃 這個組合 因為他擋掉了我 幾乎 我的Q10啊 我的90啊 我所有的Bluff 基本上 都被他擋光了 我覺得這個Cold 還蠻fancy的 對 我只能說 人不可貌相 對 然後我自己可能看左眼了 我以為亞洲的小伙子 應該會比較緊一點 那後來有一首牌呢 我終於炸虎成功了 對 那這首牌是我在Cold of Open 七八愛心 然後 小盲位的大叔 3倍到了140元 那時候我們大概都有2700美金左右 算是一個蠻深的籌碼 那在有位子的情況下 就是非常標準的扣下來看Flop 那Flop來了 K16兩張愛心 對我有一個卡順的酒跟買花的機會 是一個combo做 那這時候大叔下注了140美元 跟他prefile 3倍的size一樣 那這個ball其實是對於Racer比較有利的 那再加上我們又有位置 所以我就只選擇了Cold下來 看到了turn 那turn來了一張6 那大叔選擇了check 其實在大叔選擇check之後呢 我就知道這個part 十至八九應該是我的了 呃 除了我的範圍裡面會有比大叔更多的6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大叔是一個非常直白的人 對他打牌非常非常的直白 就他就是有牌就打 沒有牌就check 然後很常showcard 證明自己沒有bluff 然後他在那種很濕的牌面上 都會一直垂一直垂一直垂 自己的大牌 從來不會slowplay 所以他在這邊check 通常都不太會有K對子以上的牌 那我就選擇下注了300美元 然後他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一臉很痛苦的call 那我覺得他call的範圍 可能會是譬如說QQ JJ 或者是偶爾有一些 S Queen Suty S Jacksuty 之類的牌 那river來了一張blank4 對 我又一個bar high 就是完全沒有攤牌的價值 我的瞬跟花都沒有中 那他又選擇check 那他check之後呢 我下注了700美元 然後他又一臉非常非常懊惱的 然後看著我 然後又showcard給我看 對他有JJ 然後他就蓋牌了 所以還好這次我沒有看走夜 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我們就收下了這個底池 OK 那其實中間跟後續也有一些不小的part 譬如說有一首牌 是我在有位子的情況下 我3-bet squeeze我的KK到180 然後被前面的玩家4-bet到400多 那這位玩家總共的籌碼不到2000 我就選擇了5-bet all-in 然後他想了非常非常久 之後蓋牌 那這首牌也收了大概五六百美金進來 那其實這些牌也都蠻standard的 所以就沒有跟大家做分享 那昨天其實總共打了大概六個小時 但是最後一個多小時吧 基本上沒什麼牌都在蓋牌 那桌上的魚也都死光了 然後我就cash out了 那總共cash out了3073元 所以贏了大概1073元 雖然說9K同花的時候 重順子沒有贏下來 少贏了1000多塊 不過整體來說也還算是ok啦 因為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part 那也沒有撿到什麼魚 對,魚都被人家撿走了 那我本來也就是來打發時間了嘛 所以其實有贏錢也都算還蠻開心的 畢竟我打完第一劑疫苗之後 已經在家裡待了一個多禮拜了 真的很無聊很悶 那會不會再去San Jose 其實還要再考慮 因為一來是 從Santa Cruz到San Jose 真的要四五十分鐘 真的有點遠之外 二來就是San Jose的撲克室 他們那邊已經是沒有那個 就是防疫的塑膠隔板了 然後加州都解禁了 所以在室內也沒有什麼人戴口罩 然後這個對於 只有打過第一劑的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險 因為我昨天連喝水都不太敢在裡面喝 那我都跑到外面才敢喝水 所以說我覺得還蠻危險的 那整體來說其實 San Jose的撲克室還蠻多亞洲人的 Regular也大多都是亞洲人 那老外的娛樂玩家會比較多 特別是一些中老年的老外來休閒的 那可能是因為平日去的關係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 來送錢的老闆真的沒有很多 但優點就是 這邊其實很多的Regular 並不會非常的難纏 也不會覺得非常難對付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小Leak存在 但其實大家都是在桌上等牌摧 老闆 Edge也不大 那如果之後我有機會去 Las Vegas 拍更多的Poker Vlog的話 再跟大家做分享吧 OK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內容 如果喜歡撲克 或是對我的頻道有幸運的朋友 歡迎分享訂閱 並且打開鈴鐺 那也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以及我的FB喔 那我是小六 我們下集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